那么说到这个地方 让我们想起这两天 传媒在报道 北韩可能发动战争 我们不希望见到就这个事情 希望全世界尽忠同学 一心一意 真诚念佛 把功德回向给双方 希望这个战争能够化解 不要发生 今天世界上问题虽然很复杂 用战争解决问题的时代过去了 从今往后 用战争来解决问题 是个很愚蠢的方法 而且不能解决 只能把问题搞得更复杂 更麻烦 所以决定不轻易 用这种方式 今天战争爆发 很多人都知道 恐怕无法控制 无法控制 就从小战争变成大战 变成核武 生化战争 不能共荣 不能逼着 我富有让你贫穷 我深层让你落死 这个念头是错误的 逼着别人走死路 好吧 我死 你也死 大家都死 这就是核武战争的思想 我们整个世界人都死 这是蛮强的运恨 没有一丝好慈悲 今天解决二十一世纪的问题 确确实实 汤恩比说的话 一点都不错 他说解决 二十一世纪的生活问题 只有中国恐懵修书 跟大臣佛法 这一样东西都在中国 所以欺人 别人 不能太过分 过分 反击 就是同归于尽 一起灭亡 那么这个事情 是不是就能解决了 没解决 发动战争 参与战争 没有不多地狱 地狱 地狱苦苦了 啊 害多少 无辜的 这个命债 你怎么还 这个因果怎么背 啊 所以往后的教育 什么教育 摆在地 要把英国 摆在地 大家真正相信英国报应 就不敢为非 做态了 不但不敢做坏事 坏的念头都不敢有 啊 重视英国教育 真的 他不是假的 再提倡 能力 道德教育 啊 把人的 良心 唤醒 学会就有旧了 世界才会有和谐 我们认真 去学习老祖宗东西 老祖宗留下来 是宝啊 可以说 仅次于 阿弥陀佛的宝印 阿弥陀佛宝印是一号宝 中国老祖宗 穿的是二号宝 能拯救世界 能拯救国家民族 能化解一切冲突 怨恨不善 带给世界永久和平 带给人类真实的幸福 这是一些外国的专家学者 对中国传统学说 真正下了功夫 他们研究所 德迪结论 我是在前几年 南昆大地 教育长 把这个事情告诉我 他说 二战之前 欧洲一批专家学者 研究一个扩题 世界四大古文明 为什么 那三个都消失了 中国还存在 研究 中国之所以存在的原因 是什么 他们最后得到的结论 认为 古代的中国人 非常重视家庭教育 可能是这个原因 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那么中国传统学术的根 就是孝亲尊死 跟佛法的根完全相同 我们在经义三佛里面念到的 第一句 孝养父母 第二句 奉私四长 后头 痴心不杀 修士善业 所以孝亲尊死 是佛法的根 那么中国 传统的根本 是以父子有亲 为根本 父子的亲爱 是天心 不是人教的 不是那个发明的 佛教传到中国来 为什么能存这么久 传到其他地方 都已经消灭掉了 唯独中国还在 那就是 他跟中国的根本 完全相同 但是 中国人要把孝丢掉了 根就拔掉了 这四大古文明 最后一个 也会被消灭 那我们想 中国古文明能够继续保存 不被毁灭 就要 大力 提倡 孝道 有孝道 就有四道 就有佛道 如果孝道没有了 什么都不会存在了 那我们就要赶紧念佛 求生净土 除净土之外 我们没有第二条路可去 我们先查他 我再次编第二条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